《山西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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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跟朋友來到川西的時候 看到這邊的山 山挺大的雪 看到那個年光照上面 就是照金山那種感覺 越來越覺得山區有一種歸屬感 你會覺得那個心靈的放鬆 豹法,日月,最後之一 湊封地靈、山西的山 馬里和大南 登山山的時侯 是身在地域淹災天堂 看起來艱苦無比 但我覺得就像老九一樣 他的回味比較悠長 从出发到回归到城市 无论结果如何 其实我们都和朋友 已经享受了这个过程 现在的都市人的生活中 有谁敢说容易二字 所以相比之下呢 登山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艰苦 因为我这样呢 跑得比较慢的 没事 走一下 连滚带爬 走到后面越走越饿 越饿就越累 越累就越累 越累就越累 越来越多 越来越来 你别过 咱 她没过 你别动 不是 我给她死人了 不给她 我不在理她怎么过去 感觉是稍微一点点都好看 做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军心 现在要做一个我们自己的脱带系统把她坐上来 感觉有点挽不住的 因为有没有经验 你看 这些东西都不能动 一二三 不要 慢 慢 慢 一二三 身子被卡住了 好一点 穿不动了 再来一点 哎呀 兄弟啊 今晚我就要照片了 啥景态 彩虹 第一刻这个事情过了就见彩虹 对啊 给你来一个彩虹 兄弟 好 我明天都留了 耗了好大体能啊 我好像都留了 我叫自己和我 颜 Magnus 70% 如果 体能不行了 即时下车 昨天什么都经历过了 今天反正就安全第一嘛 对不对 反正登山吧 就是还需要量力而行的 不能硬一硬来的 一会看吧 如果是挺都没问题 就往下冲啊 有问题就往下撤 随缘嘛 这位就是反超神灵 再来一把 666 我 不知道兄弟们对我下车的决定是不是满意了 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还不是很多关系 我们两个队员已经开始缺氧犯困了 还有两个队员一直在吐 一边走一边吐 所以最后一个大坡和一个兵闭 他们就算上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下来 感谢这几个兄弟的信任说要我来定要不要撤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撤了 安全第一 下次还可以再来